这是一个连超级英雄听了都会觉得毛骨悚然的故事 复联X战警神奇四侠全部残死在他手中 金刚狼被连杀两次 蜘蛛侠被生尸 就连神明也难逃死路 甚至是观察者 在众多宇宙之外的人物都没能逃脱他的魔掌 被大卸扒块了 他所到之处失衡遍野 平日威风凛凛 风光无限的超级英雄 一旦遇到他 要么横死街头 要么尸骨无存 下场一个比一个惨 那他到底是谁呢 他就是此事韦德威尔逊 一直以来韦德虽然喜欢嘴贱爱搞怪 但绝对没到乱杀无辜残害同伴的地步 想当初美队被红骷髅用宇宙立方洗脑成蛇队 韦德因为崇拜他 毫不犹豫地跟着加入了蛇队的队伍 可现在他竟然直接将美队炸得灰飞烟灭了 电影里的韦德为了自己的爱人 敢于向任何人发起挑战 但这里的他却是实打实的冷血无情 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此事屠杀三部曲 这可是个狠起来连自己都杀的人物 其实仔细追究起来的话 此事屠杀的故事一共有四部 第一部是此事屠杀漫威宇宙 第二部是此事屠杀漫威宇宙之卷土重来 第三是此事屠杀文学名著 没错就是他杀穿各大世界名著的故事 第四部是此事屠杀死士 我会分为两期为大家讲解这四部的故事 那造成此事到处屠杀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事件的起因其实是韦德打破了第四面墙 第四面墙是指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结界 韦德无意间打破了他 当他知道自己只是虚拟世界中 供人观赏取乐的玩意儿时 他当时就不乐意了 开什么玩笑 他可是韦德威尔逊 纵观整个漫威宇宙 还有比他更疯狂的混蛋吗 韦德原本就是个十足的疯子 不了解他的人可能不知道 韦德有病 我说的不是癌症那样的疾病 而是精神分裂症 韦德的体内不只有一个人格 有关于他的那部分漫画 总是有三种对话框 除了正常的对话框外 还有他的吐槽和内心的想法 这两个额外的对话框 对应的人格就是旁白和风帽子 而这一切的开端 还要从X战警把他送到精神病院的那天说起 一道闪电划破了夜空 伴随着喋喋不休的吐槽声和沉重的叹息 韦德威尔逊被推了进来 X战警再也受不了这个不服从管教 随见又叛逆的雇佣兵了 X教授把韦德交给了一个名叫布莱顿的心理医生 希望他能在这里改头换面重新做人 但X教授不知道的是 布莱顿表面上是个心理医生 实际上一直在进行着一个可怕的计划 他要控制各种反派 让那群人成为自己的军队 然后一起去进攻全宇宙 之所以敢有这种想法 是因为布莱顿的体内蕴藏着精神震撼者 他按下控制盒 狠狠地攻击着韦德的精神世界 韦德痛苦地倒地奋力挣扎 很快鲜血从口中喷涌而出 布莱顿笑得得意极了 他以为自己屡是不爽的计划奏效了 殊不知精神攻击对韦德是无效的 布莱顿的攻击只是让疯帽子和旁白消失了 而最终留下的那个人格 是个暴力残忍又嗜血的杀人魔 韦德用束缚衣的衣袖 死死勒住布莱顿的脖子 逼迫精神震撼者现身 而看似神通广大的震撼者 原来就是个迷你的小人 韦德抓起精神震撼者就是一顿猛锤 鲜血染红了桌子上的那张精神健康品估表 精神震撼者也早已血肉模糊 经此一事韦德彻底明白了 他同伴还有他们的敌人都只是虚拟的纸片人 他们的爱恨情仇都是那群编剧一手主导的 所以韦德决定拯救大家 只要所有的人都死了 那那群讨厌的编剧就无法再左右他们的人生了 最先遭殃的是神奇四侠 神奇先生倒在隐形女的怀里奄奄一息 他的身体失去了弹性 像是一堆细细拉拉的史莱姆一样 很快神奇先生的皮肤变得越来越松弛 最终他惨死当场 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了打斗声 隐形女连忙找地方夺好 不一会儿浑身是伤的霹雳火连滚带爬的跑了进来 后面紧跟着手握断刀的韦德 即使霹雳火能生成高达100万华氏度的新星级别爆炸 但面对拥有不死之身的韦德 他根本不是对手 最后被一刀封猴隐恨退场 而飞溅而出的鲜血正好落在了隐形女身上 他的位置瞬间暴露了 韦德剑搜搜的上前挑逗 对方却直接控制立场打包了他的脑袋 溅在神奇四侠里只剩下隐形女一个人了 正当他为死去的丈夫和弟弟哀悼时 韦德却重生了 他手拿长刀刺穿隐形女的胸口 至此神奇四侠全员下线 不知过了多久观察者出现在了这里 他是一名观众 虽然观看着各个宇宙中发生的事情 但绝对不会出手干预 观察者身处的宇宙 别人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 但这会儿他却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下一秒一阵阵细小的紫色电流 遍布了观察者全身 他当场就瘫倒在了地上 紧接着韦德走了出来 他不仅能看到观察者 还能听到他在跟什么人讲话 韦德上前质问观察者 可不等回话 他就一刀割下了对方巨大的光头 从此韦德的屠杀之旅正式开启了 一段时间过后 各种超级英雄先后惨遭了毒手 恶灵骑士被活活烧死 杜姆博士被砍断手脚 随意丢弃在电线上 霍华的怪鸭更是直接被做成了烤鸭 此刻的韦德正在街头与皮特大战 要知道他俩曾经可是好基友 现在韦德疯起来 已经不止是六亲不认了 他虽然要杀人 却没有表现出很大的恶意 再加上蜘蛛感应 不会对信任的人生效 所以即使韦德的枪口对准了皮特 他也不觉得眼前的人会真的杀了自己 可怜皮特信错了人 就这样被一枪轰爆了半颗脑袋 面对韦德的种种暴行 复仇者们实在是忍无可忍 他们聚集在一起 商量着要杀掉他 就连一向宽容仁慈的美队 也默许了这一决定 截止到目前 黑豹 魔虎 铁拳 已经全部死在了韦德的手里 复仇者大厦内 众多超级英雄 愤愤不平地怒斥着韦德的暴行 就在这时 贾维斯慌里慌张地跑了进来 说皮姆博士和他的粒子事迹一起消失了 狼叔听后眼神暗了下来 他知道韦德接下来的目标是谁了 就在这时 只听BOOM的一声 皮姆博士的尸体 以及一管炸弹 就出现在了他们面前的桌子上 紧跟着 剧烈的爆炸声响起 爆炸结束后 狼叔被炸的 只剩下一副带爪子的骨架 美队和钢铁侠等人 更是连灰都没剩下 此时韦德拎着蚁人的头盔 吹着口哨 连蹦带跳地出现在这 他知道一场爆炸 是无法杀死所有人的 果然那个有着肩不可摧皮肤的鲁克 和雷神托尔 根本没受到丝毫影响 不过韦德早就做了安排 他提前在咖啡里 加了大量的爆炸物 话音刚落 鲁克的蹊跷开始冒烟 他的内脏爆炸了 解决完了这个麻烦之后 下一个遭殃的就是托尔了 他可是来自阿斯加德的神 神明的怒火 使得空中电闪雷鸣 雷神之锤脱手而出 韦德闪神躲过 反手甩出蚁人的头盔 雷神的锤子 瞬间被放大几百倍 直接压在了托尔的身上 他体内的器官受到强烈的挤压 鲜血顿时从他的口鼻内喷射而出 韦德扎着嘴巴 上前捏住托尔的鼻子 使血液堆积在器官内出不去 最终堂堂雷布之神 居然被活活憋死了 正当韦德准备收刀跑落的时候 浩克突然出现 一把就将他扯了个稀巴烂 渐渐的身体残骸 七零八落的掉了一地 浩克则自言自语的 跑到了一个山洞里 等他恢复成班纳的形态时 韦德的身体也已经长好了 于是他上前两刀 就将班纳博士大卸八块 随着死去的超级英雄越来越多 他们的家人再也忍受不了了 梅宜将大家组织在一起 拿出了全部家当 雇佣模仿大师去杀韦德 但他总是慢了一步 每次他找到渐渐的所在之地时 看见的都只有一地死尸 而此时的韦德 正悠然地看向面前的查尔斯 即使被绑在这里 他也没有放弃对韦德进行说教 可惜事情都到这个份上了 几句口头劝说 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韦德一刀扎向查尔斯的大腿 逼着他用心灵感应 呼叫其他的X战警过来 很快 雷射眼白黄后 加农炮和小精灵就来到这里 没等雷射眼制定战术 一团凝胶状的物体就飞过来 瞬间裹在脑袋上 他想发射雷射将其消除掉 没想到却引发了爆炸 他们四个直接命丧当场 很快 其他人也接连惨遭毒手 刚离世 罗刹女和排黄 也被高压电电成了焦炭 眼看死去的人越来越多 查尔斯最终忍无可忍 决定控制韦德的大脑 阻止灾难的进一步发生 可他所看到的 却是远超出想象的世界观 而韦德却是那个 众人皆碎我独行的人 巨大的冲击力击垮了查尔斯 他的大脑彻底停止运作 其他人也好不到哪去 万次王被凝胶酸腐蚀成骨架 幻影猫被关在一个四次元立方体里 永远也跑不出来 直到他灯窟有阶 但这还不够 韦德还有一个对手 金刚狼上次的那场爆炸 没有使金刚狼死去 肉身恢复的他 很快就杀了回来 韦德早就料到会是这样了 他还特意准备了一份大礼给他 等狼叔推开大门的时候 就看见X-23和他儿子打肯 血肉模糊的被绑在电绳上 狼叔瞬间就怒了 挥着爪子又把剑剑大卸八块 韦德见兮兮的披着一张狼皮前去应战 他知道狼叔之所以能无限复活 靠的其实是人气 一个高人气的角色 会被编剧拉出来反复利用 掌握了这一星期的韦德 一刀劈下了狼叔的头颅 这一次他再也不能复活了 因为韦德的刀是由碳纳钢做成的 这种金属含有剧毒 还能抑制自愈因子 另一边的魔防大师顺藤莫瓜 来到了至尊圣所 一进屋却发现这里一片狼藉 史蒂芬跟王的尸体早已经凉透了 除此之外 地上还散落着很多书 其中一本关于平行宇宙的书上 被韦德用鲜血做了个标记 见此魔防大师按道一声大事不妙 他看出来韦德要杀穿这个世界 他找到玩偶大师 两个人联手制造了一场 超级英雄和反派们的混战 黑寡妇章鱼博士 蜥蜴博士惩罚者 就连太空中的行星吞噬者 银华和灭霸都没能逃脱死亡的命运 直到这天 魔防大师在一片恶心巴拉的沼泽地里 找到了韦德 事情该做个了断了 沼泽这种恶心的地方 似乎是个不错的坟墓 他现在恨不得立刻撕烂韦德的头套 将他那丑陋可怖的脸怼进泥地里 韦德知道模仿大师会来 他没有再准备道具 这场战斗靠的完全是个人本事 模仿大师用盾牌扛下韦德的刀 转身给了他一拳 两个人打得旗鼓相当 一时间难分伯仲 韦德将自己被打歪的下颌扶症 挥刀站在原地 模仿大师也做出了同样的姿势 杀人魔在韦德的体内叫嚣 模仿大师烦躁地呐喊 闭嘴 是的 他能听到杀人魔的声音 不过这不能代表模仿大师有什么特别之处 本来他还自信满满 觉得自己可以预判到韦德的行动 可下一秒 他身后突然出现一个体型巨大的怪物 模仿大师瞬间被恐惧所笼罩 一声淒厉地惨叫过后 他被烧死了 而那只怪物的体内则迸发出一阵强光 形成了一扇大门 这正是韦德想要的结果 韦德走进去看到了不同宇宙中的自己 张玉博士版死世 X教授版死世 甚至还有奇异博士版和美对版本 韦德随便走进一扇门 映入眼帘的是满地漫画 他还看到了一个屋子 趴在玻璃门上一看 屋子里是漫威漫画的编剧们 他们正眉飞色舞地说着接下来的剧情发展 韦德见状露出一个明暗难辨的眼神 他冲着前面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噓 等我杀了这群小丑就去找你们 距离上一次韦德屠杀漫威宇宙的事 已经过去有一段时间了 在突破次元壁杀了编剧以后 他开始在各个宇宙中穿梭 新奥尔良的街头警笛声大作 鲜血伴随着玻璃扎和扑克牌散落在地上 屋内则是排行猙獰的尸体 而从墙上的子弹孔中不难看出 先前的战况有多激烈 另一边韦德正跟着罗刹女快银 无独医生和突出正一起出任务 他们要从杀人脑口中逼问出 那个残杀超级英雄的凶手到底是谁 就在韦德举枪扑过来的时候 杀人脑却对他说了一段咒语 我不知疲倦地思索着 一只致癌的水火鱼会对什么样的百日梦心生敬畏 听到这里的韦德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突出发现他的思绪乱糟糟的一片 几乎已经入魔了 就在杀人脑洋洋得意之际 韦德却突然恢复了理智 反手一炮将他轰了出去 杀人脑用尽最后一次力气 召唤来了反非反复仇者小队 虽说这些队员体内混入了他的改良版基因 但在韦德面前 他们撑不过两分钟就全死了 不过他这次来可不只是要对付杀人脑的 毕竟韦德的屠杀计划还没完呢 镜头切换到次日清晨 侦察小队正在这里调查情况 这里除了罗刹女和快银等人的尸体外 还有石头人 黑寡妇 霹雳火和丹妮等人的肢体残骸 而碎鬼祸首韦德早已逃之夭夭 只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死尸印记 另一边的奢菲尔剧院内 韦德正待在这里短暂的修整 注意看这里一共有两种不同的画风 一种颜色鲜艳亮丽 另一种灰门暗沉 鲜艳画风的其实就是韦德的脑内剧场 不只是这里 之前韦德杀害反非凡复仇者小队时 也出现了脑内剧场 他真正杀害的就是罗刹女等人 后面还会有很多脑内剧场 为了方便区分 我们就把剧场里的死事以间接命名 其他地方还是以韦德相称 他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 所以在剧场中的美队和精队都在赞赏他 而在现实生活中的渐渐 现在是什么状态呢 他的耳边又响起了杀人脑的那段咒语 我不知疲倦地思索着 一只致癌的水浒鱼会对什么样的白日梦牺牲敬畏 阳光照射在海面上闪闪发光 爱琴岛的景色一如既往的美丽 洛基等众神受到召唤来到了此地 但是岛上空无一人 只有一些雕塑 就在这时 渐渐穿得宛如古希腊之神般闪亮出场 他说召唤来猪神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单纯地想让他们来度假放松一下 等海格丽丝察觉到不对劲想走的时候 渐渐突然拿这个球钻了出来 画面回到现实 韦德手里的球变成了美毒沙的脑袋 助神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瞬间变成了石像 这才是韦德召唤他们来的原因 画面再次回到舍菲尔剧院 调查小队一路找到了这里 屋内存放着各种超级英雄的详细资料 以及杀死他们的方法 结合种种证据来看 韦德就是凶手无疑 可事实真相真的是如此吗 杰西卡掀开桌子上的披萨盒 一具由面条拼成的Help Me映入眼帘 紧跟着红骷髅的话外音出现 从他的言论中不难看出 韦德应该是被控制了心智 而幕后黑手估计就是红骷髅等人 他们操控韦德除掉妨碍自己的人 比如艾迪·布洛克 等调查小队赶到的时候 他已经死去多时 毒液也被抽走了 与此同时的纽约街头 蜘蛛侠遭到了毒液的追杀 蜘蛛感应没有发出警告 这说明对手是他熟悉 是谁呢 看看下面这个小剧场就知道了 身穿毒液战俘的剑剑和小虫 正在一起执行任务 中途饥饿的两人刚好赶上水果派大卫王比赛 于是他们立刻放弃任务前去参加比赛 对手是一个超级大胖子 剑剑撩起头套 抓了一把红彤彤的果实塞进了嘴里 啊 红色的呀 红色的除了果实以外还有什么呢 哦 是蜘蛛侠 蜘蛛侠是红色的 等到韦德从小剧场中恢复过来的时候 蜘蛛侠的头已经被他啃掉了 之后他放走毒液 独自展开下一步行动 剧场内 剑剑正在帮蜘蛛女侠带娃 而他则准备跟丈夫豪猪出门 过二人世界 渐渐的温柔可能都给这个娃了 现实中也是一样 韦德杀了蜘蛛女侠和豪猪 但没有碰他们的孩子 不过在小孩面前杀人 这心理阴影估计要伴随这孩子一辈子了 发生了这么多起杀人案 调查小队终于忍无可忍了 他们决定分头行动 把韦德给抓住 然后杰西卡和女鹰眼叫来梅尔斯 提醒他最近不要单独外出 话音刚落 梅尔斯的蜘蛛感应有了反应 下一秒几个炸弹被丢了过来 杰西卡抱着女鹰眼躲过了爆炸 但梅尔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韦德披着蜘蛛侠的战俘出现在这儿 十分厌恶地把他称作模仿者 因为在韦德心里 只有Peter才是蜘蛛侠 所以平行宇宙中的所有蜘蛛侠 都被他当成了讨厌的模仿者 于是韦德穿越来穿越去 把他们一个个全载了 等杰西卡和女鹰眼再回到天台上的时候 梅尔斯就只剩下个脑袋了 调查小队这边还是没有什么头绪 这时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了 他就是格温士 他原名叫格温普尔 来自五六五宇宙 在这个宇宙中 616和1610等漫威宇宙 只存在于漫画的媒介之中 跟我们身处的现实宇宙一样 所以他其实是穿越进漫画里的人 之所以喊他格温士是因为一场误会 当时格温一心想要一套自己的战俘 于是他去找了裁缝罗尼 但这个人误把格温的性命当成了格温士 中间又经历了一系列事件 慢慢的他就化名成为了格温士了 格温也是个雇佣兵 而且还是雇佣兵团的团长 他偷听到了红骷髅和杜姆博士的谈话 得知韦德现在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控制了 格温也是胆大 直接跳出去对着红骷髅的人拍了张照片 并非速发给了月光骑士 而韦德在团灭掉银河护卫队后 又把矛头对准了其他的X战警 小剧场里的他们要穿越时空去救人 健健负责启动机关 现实却是韦德把他们全部烧成了肉酱 与此同时月光骑士和惩罚者到了 格温发送的坐标位置 可迎接他们的却是早已在这里等候的韦德 健健拍着篮球进来 邀请月光骑士和惩罚者一起去打球放松一下 没想到他们俩仿佛被洗脑了一样 看着健健的眼神非常不怀好意 双方一言不合便打了起来 惩罚者掏出之前在案发现场捡到的枪 这是韦德丢的 但他万万没想到 这竟然是他故意丢下的 这把枪早就被动了手脚 惩罚者一抠动扳机 瞬间就消失了 月光骑士反应过来后 转身朝着韦德来了套组合攻击 连续被揍了几下后 他似乎清醒了许多 恍惚之际韦德告诉月光骑士 他们要除掉所有英雄 这时旁边的屏幕中 闪现出了红骷髅的大脸 他看向韦德轻声念着 我不知疲倦地思索着 一只致癌的水浒鱼 会对什么样的百日梦心生敬畏呢 紧接着韦德就用双刀 刺穿了月光骑士的身体 并趴在他耳边 小声嘀咕了句什么 此前月光骑士拼尽全力 给杰西卡留了言 镜头切换 神奇先生等人正在给健健做身体检查 安慰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然而现实却是 佐拉和思想家正在对韦德 进行某种惨无人道的手术 没过多久 整个妇联的人都在杰西卡的带领下闯了进来 可他们一进门 却看到了令他们永生难忘的一幕 韦德被融进了奥创的身体里 这是一场机械决斗比赛 机器渐渐大战上气 他被一把甩飞了出去 钢铁之心随即上场 结果被渐渐扯成了两半 混战结束后 现场一片狼藉 超英的尸体堆积如山 奥创韦德正掐着杰西卡的脖子 一旁的女英言想试着救他 可惜为时已晚 韦德稍微一用力 杰西卡的脖子又就断了 幸存的人合力向韦德发起进攻 女英言射出爆破剑 却被他扔下了锁链 而后韦德转身一道电光 击穿了女英言 然后又炸掉了被掳的脑袋 这下子过来的复仇者都死光了 做完这一切的韦德头疼欲裂 他摘掉了奥创的头盔 站在一堆尸体中央不知所措 但不久之后 韦德就开始重新杀人 被斩杀的东里小队 被乱刀砍死的夜魔侠 翻车惨死的恶灵骑士 被烧死的蚁人 还有被抢杀的星星 另一边狂想家正在得意洋洋的跟人炫耀 说自己的改造让韦德屠杀了 他曾经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 就在这时 格温出现了 他把狂想家抓起来 打得鼻青连肿 对方受不住虐待 很快就把红骷髅的计划招了出来 他们有一套专门给韦德洗脑的神奇咒语 可以让他在不知不觉间被控制住 而且红骷髅还联合了毁灭博士和万次亡他们 得知这一消息的格温立马跑去找到韦德 迎面就给了他一招袭击 下巴都给他打歪了 韦德很快就反应过来 开始反击 格温极力想劝说他保持清醒 可他现在根本听不进去 很快格温就被一刀扎中要害 此前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韦德 他上气不接下气的念叨着 我不知疲倦的思索着 一只致癌的水浒鱼 会对什么样的白日梦心生敬畏 格温叮嘱韦德 不要让那些坏人逍遥法外 说完就咽气了 其实他念叨的那句话 就是给韦德洗脑的咒语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把这里理解成 格温给韦德洗脑 让他去宰了那些反派呢 不管是因为被洗脑 还是因为恢复了理智 他真的去刺杀反派了 在韦德宰杀了数十人之后 红骷髅终于意识到 自己的杀人机器判变了 于是他派出屠杀前去刺杀韦德 双方在火车站相遇 韦德早有准备 他掐好了时间 他们相遇时正好赶上火车经过 屠杀受不了这个声音 离开了宿主 韦德反手把他扔到了吉尺尔过的火车上 巨大的冲击力 让他直接变成了一滩肉泥 韦德紧跟着一把火烧死了屠杀 之后他相继杀死了佐拉 金病等一行人 而韦德自己也遭到了赏金猎人的追杀 对方来势汹汹 要取他的向上人头 韦德可不怕 他淡定的发出灵魂拷问 你们能保证杀了我以后 对方不会私吞财产吗 就这一句话 直接让赏金猎人们开始自相残杀 等最后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 韦德一把将他扔下高楼 摔得粉身碎骨 然后他找到了万四王 老万并不打算逃跑 之前他以为跟红骷髅合作 可以更好地保护变种人 谁知道竟然变成了现在这样的局面 查尔斯死了 他也没有活下去的希望了 老万交给韦德一个U盘 里面是红骷髅等人的藏身地点 韦德原本可以直接杀了万四王的 但他不想这么做 比起死 他更想让老万一辈子活在悔恨中 韦德一路杀到了红骷髅的基地 迎面走来的是交叉骨 作为美对死敌的他 在韦德面前却是不堪一击 枪支弹药根本没有用 此时的模仿大师突然良心发现 想请求红骷髅放过韦德 结果被当场干掉 终于这里只剩下红骷髅了 他或许有两把刷子 但更厉害的还是嘴炮 韦德真是听够了他这些狗屁话术了 他用模仿大师的盾牌 砍掉了红骷髅的脑袋 但这还不够 还有很多作恶多端的反派逍遥法外 而韦德能做的就是去杀光他们 他离开之后 地上红骷髅的脑袋露出了阴森的笑 那些话就像是恶魔的低语一样 一直环绕在韦德的耳边 挥之不去 我不知疲倦地思索着 一只致癌的水火鱼 会对什么样的白日梦牺牲敬畏